好 各位同學晚安 遠洋漁船捕魚回來 收獲非常豐碩 同學可以看到這個上課的情況 學生的反應都不錯 那 今天我教了 終極課程我們可以來看看聽力的部分 A A long way from you B For about six months C I saw a Torenstein 好 同學說真的蠻認真的 這個不管是中級班或是高級班的 多一的同學上課都非常認真 那當然 同學認真老師 同學願意學老師就會多教一點 所以我 多教了很多平常一般你在外面補習上課 花很多錢類的鑰匙 教不到的 這種 秘籍武功秘籍這真的是武功秘籍 同學 不相信可以去問這些人他們學到東西 絕對不可能在別的地方聽到 這樣子 所以同學願意學有心學 我就多教一點 這樣子 那當然 上課 下課都 踴躍問問題 而且 一下子就把 從懼怕多益這種考試到能夠 覺得有趣 遇教於樂 這樣 非常棒 當然我們也有嚴格的一面 同學可以看到我親自作證都軍 來模擬 讓同學了解聽力的這種實況 這個叫親自作證 這有嚴格的一面 這樣子 那也歡迎類似的 學校機構單位或是 公家機關公部門或者是 外商公司類似的課程我都上過了我以前 那 以外商公司來講我講幾個比較有名的 比較算大廠牌的外商 像 Walt Disney 迪士尼台灣分公司也上了很久也是類似這種小班子 再來是 麥肯廣告公司那個時候叫 McKen Erickson 現在改成什麼我不知道 我講這個都是10年前的事情 也是給中高階的主管上課但不是多億課啦 他們有 屬於 那種主管部門 人力資源部門跟財務會計 集合部門上的這些課 這是屬於美商公司的部分 比較 大的外商公司的 像 安永 那個在台北100那附近的這種 也是屬於 會計 部門的 這樣子 大的部門 我也上了一段時間 港商的 也有 港商公司有兩三間 從 有上到被併購的都有 上到業績太好被大公司買走的都有 這樣子 那公家機關的話就是 比較大的是中華郵政 中華郵政的中高階主管上的是全民英檢中高級的課程 所以我有公家機關上類似這種課的經驗 那 大專院校 以這個明治科技大學算是我比較很正式 教的中高中級課程跟高級課程多一算是比較正式的 零星 的課程也有 我之前提過的 台四大 在台四大上過他們 某一個研究所的學生的課在學校裡面上過 政治作戰學校 也給這些老弟上過 那個 那個是因為我當時 樹就住在 正在學校的旁邊 原來外語學校叫國防 語文中心叫外語學校是在大字 後來 裁編 縮編 搬到原來政治作戰學校的木蘭村那個裡面去 變成一個很小很小的中心 我去那邊教過一個一個班 這樣子那個也是軍方的單位 空軍總部 我進去教過 所以 不管是 公家機關 美商公司 外商公司 或者是說這種 大專院校 有興趣 上類似這樣的課程的 也可以 相關的人員可以跟我接洽 我可以比照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 擴大 服務 當然也歡迎 也很歡迎線上課程 我的線上課程也都蠻成熟的 湖南長沙的 那個 小朋友 Stella 還有 國內高雄的 這個 也是用LINE上課 另外是用Skype上課 都很成熟所以 我提供這些影片就是告訴同學說 同學只要對這樣的一個教學 內容 有興趣 都可以跟我接洽 我可以提供相關的服務 這樣子 當然也 不是這種課 你要各教 像我 這 多年來上的 一對一的 一對二的這種 彈性的 上課 也可以 都可以 那個我學生更多了啦 各行各業 百業都有啦 我現在講的是這種 團體 的課程 提供同學做個刪考 6分鐘了我不能扯別的 前幾集扯別的弄到最後那個 The catcher in the ride 一直耽誤 我現在要直接跳進 The catcher in the ride 不扯別的 免得被同學罵 直接進入 頁面 我們回憶一下 Holden 跟他老妹 跳完 那個舞曲 四曲的曲目之後呢 後面發生了什麼事 他老妹在發功 說他 額頭可以發熱 我們看看這個部分 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我們就講個一夜 今天遠揚漁船 捕魚回來 說實話也蠻累的 不要搞得大家太累 講一夜就好 第二個是快講完了 我不要講太快 我講詳細一點 那我們想 Holden就配合他老妹演戲 因為他怕他老妹幼小的心靈受到傷害 因為你一直否定他 小朋友的 熱情跟 學習的這種 動能就被驕喜了 所以 Holden他怕他老妹 心裡面會有疙瘩會有陰影 就配合他演出 反正好玩吧 他老妹說打錯 然後呢 用發功的方式念力 額頭就會發熱 然後講了一個 單字是他不太認識的 叫溫度計 我們前一次講到的地方 Stormometer 他老妹念著 Stormometer 被Holden糾正 我們繼續往下看 到229頁 Stormometer Husasel Holden講說那個字念Stormometer 不是Stormometer 他說誰跟你講說可以用念力的方式 就額頭就會發熱 體溫可以自己控制 這樣子 他說是誰跟你講可以的 後等也就很奇怪 Alice Holmberg Show me how You cross your legs And hold your breath And think of something very very hot A radiator or something Then your whole forehead gets so hot You can You can burn somebody's hand 他老妹越講越神 他說有一個Alice Holmberg 或是Homberg 他老妹其實人員很不錯 為什麼我說他老妹人員很不錯 記不記得我們最早 Holden 在 SAR時間的時候要跟Sally Hayes約會 時間太早了 他就去唱片行 在Central Park 熟門熟路他那邊很熟 去買了唱片 那個叫什麼 Little Shirley Bing什麼的 我不知道 然後呢他想給他老妹一個驚喜 他印象中他老妹這個時段應該會在 Central Park溜冰 結果去那邊鋪了個空 就問隨便隨手 不是隨手 就地問了一個也在溜冰穿溜冰鞋的小朋友 正在調整溜冰鞋 就問他說你認不認識Phoebe 那個溜冰的小朋友隨便抓來抽問 就知道Phoebe是誰 他老妹人員很好很多人認識他 第二個 以他同年齡的來講 還有 有教他做 有一個 可能不是他同年齡 比他 年紀要大 那個叫做 有一個 Mersey 教他 那個叫 Belchen Lessons 教他打嗝的那個還有人教他 這邊有一個Alice Holmborg 教他怎麼用念力可以把 溫度 人的體溫變高 所以他老妹人員不錯 他說有一個叫Alice Holmborg 就是 表演給他看 說可以用這種方式把溫度 變高 額頭的溫度 身體的溫度 念力 或是你想的運功 發功了 他講說 你盤腿 You cross your legs and hold your breath 然後閉住呼吸 不要呼吸盤腿 And think of something very very hot 然後用念力去想很熱很熱的東西非常熱的東西 你就會變熱 這蜥蜴變色囉 你要想什麼呢你可以想 Radiator or something 那個Radiator就是我之前介紹過有點像 陶瓷電軟器那個樣子 他 公共空間裡面都有室內 否則 紐約太能動死人 那 美國還算人道啦 比如說有一些遊民 冬天真的我在華府的時候看那個遊民 很多其實蠻多的華府蠻多遊民的 我有特別去問過那個警察說為什麼那個遊民 一直躺在那個草皮上面 在華府這種使館區躺在那個草皮上面 這樣感覺好像 有礙事容他說啊你不知道 他說我在這邊當警察當那麼久了那個人喔 大概是我從剛剛當警察的時候當到 以及都要退休了他 他就一直在那個地方 原因是因為 我們不管怎麼通報他送他到 所謂的 中途之家去 接受 收容他 提供他時速 安排他就業 找到工作 繞一大圈他又跑回去躺那裡 怎麼弄都沒有用 只好讓他去那邊 這樣子 他說這些人也無害 但是呢他思覺失調了 他認為那個地方是他的地盤 他就 你不管怎麼去通報他他就是要回去那裡 他說沒有辦法 那這些人冬天怎麼辦 其實 附近的星巴克 都會開放 裡面有 美國不可能 不提供暖氣啦 他公共設施或是店家一定提供暖氣 所以這些人會在哪邊出現呢 就是跑到星巴克裡面 然後呢 不曉得是店家送了咖啡還是他點的 他就在裡面 就是 避寒 否則會凍死 第二個就是 捷運 裡面會有暖氣 所以你有時候會發現捷運的出口會冒煙 為什麼因為裡面的暖氣跟外面的冷空氣交匯的時候那個煙就跑出來跟溫泉一樣 跟你做 跟你做捷運到北投走出來那個溫泉冒出來一樣 那個冒出來熱氣的地方 就會有很多遊民在那個地方躲 這樣子 所以那個radiator在 hold的那個年代 是radiator 那在 近代來講他會有暖氣設備啦 那一種 所以他如果你去想那個radiator 或是 之類的東西 你就可以 發熱了 Then your whole forehead gets so hot You can burn somebody's hand 他說你的額頭一想到那個電熱器 就會越來越熱 但是你要盤腿 要停止呼吸才行 才會有用要用念力一直想 然後呢他會熱到什麼程度呢 你去摸的時候會燙到別人的手都會燙 好這樣子 就叫別人摸的話那個別人的手都會燙到 那其實holden之前是配合他老妹玩的 他老妹很高興說啊這招真的拐用 學會了 That killed me I pulled my hand away from her Forehead like I was in terrific danger Thanks for telling me I said 他holden還是配合到底 他說 實在 我老妹真的是 可愛到極點 這種事情都相信 他還是配合演出 他一聽 手趕快縮回來 好像被 被燙到一樣 手馬上從他的額頭縮回來 然後 好像很危險的樣子 慢一秒鐘就被燙傷的那個樣子 他說謝謝你跟我講 還好 你有跟我講 我趕快手縮回來沒有受傷 沒有被燙傷 Oh I wouldn't have burnt your hand I'd have stopped before it get to It got to Shh Then quick as hell She set way the hell up In bed 那他跟他老哥講說 我 我不應該 燙到你的手的啦 你手不應該會被燙到啦 他說我會用念力 停在你要燙傷之前的那個溫度 我就不會再往上運氣了 讓你手 感覺燙但是不會燙傷 他還沒講完 他就講 噓 他老妹 真正厲害的 內功 功夫 不是在 額頭發熱 是敏銳的觀察力 他已經聽到他老媽回來了 哈哈 Holden還沒聽到 他講到一半 突然聽到不對勁了 他就 噓 Then quick as hell She set way the hell up in bed 他本來躺在 他 不是 他本來在發功 打坐 停止呼吸 表演完 他就說 然後呢 很快的 他就坐著直挺挺的 坐在床上 本來在床的中間打坐 用打坐的方式 現在坐著直挺挺 他把我嚇了一大跳 他的動作嚇了後登一大跳 他就問他說 發生什麼事 The front door She set in this loud whisper It's done 他說前門前門 大門 家裡面的那個前門 他用一種 比較大聲一點的 那種 小聲講話再大聲一點 不讓他老爸老媽聽到 但是可以讓Holden 聽到他講什麼 這個叫 loud whisper It's done 他們回來了 I quick jumped up and ran over and turned off the light over the desk Then I jammed out my cigarette on my shoe and put it in my pocket 這個quick在這邊 當副詞 從Holden 70年前就可以當副詞 所以那個quick 是很很快的意思 副詞 他很快的整個人 彈的跳了起來 然後呢 跑了過去 跑到哪裡 跑到桌上把桌上的台燈 先滅掉 先把台燈關掉 然後呢 那個jam 把他捏洗 用什麼東西捏洗呢 他還在抽煙 他脫了鞋子跳舞 所以鞋子還沒穿上 他拿起一根鞋子 可能是鞋後跟 趕快把他手上的煙 把他捏洗 這樣子 然後把煙屁股 放到口袋裡面 滅積 Then I fanned Hell out of the air To get the smoke out I shouldn't have been having smoking For God's sake 然後呢 他想辦法把煙弄到窗戶外面 反正猛刪就對了 應該沒有什麼效果啦 你像我們這種很敏感的 因為 你在 樓下抽煙 飄進來 我都聞得到 他講說真糟糕 我不應該抽煙的 For God's sake Then I grabbed my shoes and got in the closet and shut the door Boy My heart was beating like a bastard 他然後呢 抓著他的鞋子 就躲到衣櫥裡面去了 然後把衣櫥的門關起來 把自己反關在衣櫥裡面 他想說完了 我心跳得快 心臟在那邊 砰砰砰砰砰砰 一直跳 心跳加速 緊張得要死 I heard my mother come into the room 他聽到他老媽進房間了 然後呢 開始講 Phoebe She said now stop that I saw the light Young lady 他就叫一下 Phoebe 然後說好 不要鬧了 不要躲了 我都看到燈了 這位年輕的女士 他老媽叫她 Young lady 就叫不要妝了 不要躲了 不要妝睡了 燈你剛剛開著 我都看到燈了 Hello I heard Phoebe say I couldn't sleep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他老妹馬上轉移話題 他老妹真是比Hoden厲害 他跟老媽找招呼 Hello 他聽到 Hoden躲在衣櫃裡面 聽到 他老妹在跟他老媽對話 他說我睡不著 你們出遠門真是去開派對還玩得還愉快吧 感覺起來好像她老妹是媽媽 她媽媽是女兒 你們玩得高不高興 果然是 Young lady Marvelous My mother said But you could tell She didn't mean it She doesn't enjoy herself much When she goes out Where are you awake? May I ask? Were you warm enough? 好 這樣子 好 我們講到這邊就好 Marvelous是說 很不錯 很好 很棒 他老媽講非常好 但是呢 Hoden對他老媽也算夠了解了啦 從他的聲音一聽就知道說他是在敷衍Phoebe 隨口講的 他不是 認真的 隨便亂講敷衍兩句 總不能說不好吧 他說很棒 但是Hoden說你可以聽得出來 他 心不在焉 敷衍兩句 不是講真話 She doesn't enjoy herself much When she goes out 他老媽是一個 不喜歡出門的人 所以每次只要出遠門 不管到哪邊呢 只要是出門好了 他老媽都不會太高興 這樣子 屬於居家型的 那種宅女 不喜歡外出 當然不會好玩吧 因為Hoden根據他對他老媽的了解 所以應該是 應付 Phoebe Where are you awake? May I ask Were you warm enough? 他說你怎麼現在還醒著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下 都幾點了 小朋友還不敢來睡覺 你 冷不冷 夠不夠暖和 他媽媽問他說你棉被夠不夠 蓋的夠不夠暖 這樣子 不要著涼的意思 好 21分鐘我們今天講了很精彩講的這一頁蠻好看的好玩 我就 入個喉 朗讀一下這一 這一 228 228到229 到230頁的第一句 這樣子我們今天就算功德圓滿 遠洋漢漁船捕魚入港 也該 洩漁獲了 呵呵呵 好 我從228的Shenata這邊開始 她喊了 她喊了 It go up to over the thermometer ثرometer who says so Alice Holmborg showed me how You cross your legs and hold your breath And think of something very very hot A radiator or something Then your whole forehead gets so hot You can burn somebody's hand That killed me I pulled my hand away from her forehead Like I was in terrific danger Thanks for telling me I said Oh, I wouldn't have burnt your hand I'd have stopped before it go too Shh Then quick as hell She set way the hell up in bed She scared the hell out of me When she did that What's the matter, I said The front door She said in this loud whisper It's them I quick jumped up And ran over And turned off the light over the desk Then I jammed out my seat Cigarette on my shoe And put it in my pocket Then I fanned hell out of the air To get the smoke out I shouldn't even have been smoking For God's sake Then I grabbed my shoes And got in the closet And shut the door Boy, my heart was beating Like a bastard I heard my mother come in the room Phoebe?She said Now stop that I saw the light, young lady Hello,I heard old Phoebe say I wouldn't sleep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Marvelous,my mother said But you could tell She didn't mean it She doesn't enjoy herself much When she goes out Where are you awake? Mind I ask Were you warm enough? 我就整個念完了 蠻好看 蠻精彩的 228頁大概快完了 我記得好像就是300頁左右 呵呵呵 後繼書本還在找 那我們今天就很愉快的 把Catherроide 終於耽擱了前兩次 終於有講到一頁了 這樣子 手邊有書的同學 應該可以 今天真的是有練習到了 好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就 不多講 到這個地方同學可以先把今天的進度 自己做個 簡單的練習 然後我們明天 應該是Charlie Mike 同學提供的這個PDF檔 還不錯 可以作為 我講輔助教材 我還是用原來拍照的那個書的畫面 不清楚的我來核對 同學提供給我的PDF檔 這樣會讓 整個導讀的過程解遷的過程會更順暢 不像以往還會看半天 感謝同學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明天再見晚安